进来 陈贵了 这是来应聘的 叫唐叶 以前当过这个江上军的电台台长 在发报这个行里嘛 整个哈尔滨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呢 掌柜的 家住哪儿啊 新城大街 我家在那儿开了一家古文店 那我得先看看你手把怎么样 这是拨段和照顾 谁啊 等会儿啊 什么事儿 电话 谁打来的 不知道 喂 承管局 局座 找到发报员了吗 找到了 刚来了一个 技术还不错 哪儿的 叫什么 唐记古文店的唐叶啊 什么 怎么是他 简直乱弹琴 我也没想到 我告诉你 不能用 坚决不能用 居所 您就是不说 我也不会留 就这样吧 好 再见 怎么样 这儿 发完了 这是对方发过来的回电 错 手把非常好 不错啊 唐先生 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 政府对我们商业电台有严格的要求 要是出了任何差错的话 我们可担当不起 程长官 你有啥可担心的 我是相信你的 只是如果警察局知道了 我们聘请了一个当过汉奸的人 那我们 啥意思 对不起 你耍我呀 来 好 居总 居总 你怎么把这个事报告给五区长的呢 区长一天几个电话催问找到人手没有 你说我能不报告吗 那 那区长是不是发火了 发火了 但不是冲你 是冲着我来的 为啥 我把你叫来就是想跟你合计一下 你说这五区长他到底是个啥意思 啥叫啥意思 区长听说那个叫唐叶的去你那报名了 然后我又让你把他给辞了 在电话里马上就发火了 这让我又想起了上一次 区长听说我抓了唐叶也是火冒三丈 当场就撂了话机子 难道这个姓唐的和五区长有啥关系 应该不会啊 你说这个毛头小子到处惹祸 区长怎么会能看上他呢 可是我又不敢问 那区长还说啥了没有 区长还说 唐叶是有几个共产党的朋友 但他本人绝对不是共产党 还说是个人才 别让共产党给挖跑了 五区长对唐叶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你问我 我还问你呢 那五区长的意思 是让我们一定要聘用唐叶了 不光是聘用 还要让我们精心栽培 说如果把唐叶培养成为党国的栋梁 我们都为党国立了大功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想不用他都难哪 区长也说了 考验也是必须的 来 居总 那个 内尊洪玉关公 你献给吴区长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区长很高兴 让我向你表示感谢 我 我是说 你看啊 这个唐叶和吴区长的关系 如此微妙 那 那以后我的工作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们以后多留个心眼儿呗 也只能这样 你看你来还带这么重的礼 常规的 发电报是谨慎的事 用人要仔细考究 那天我给唐少爷用的是激将法 没想到他真叫起汁来了 他那天回来挺生气 说本来就不想进那家商铺售居数 说实话呢 家里也不缺他挣这几个钱 可家里的营生他又不感兴趣 这孩子真是让人操不完的心哪 那个女掌柜的 您看过去的事咱就不提了 再说我们程掌柜都亲自过来了 这唐少爷免得不想了 行 等他回来我跟他说说 那就请掌柜的好好地劝劝他 像他这样的好手艺啊 丢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行 我尽力吧 那我就谢谢掌柜的 甭客气 明天请他一定要到小店去上班 告辞了 你慢走 好 你怎么吃了 你要不去吃东西还得给人退回去呢 谁说不去了 你怎么了 啥 怎么了 你不是说不去吗 妈 您不是教导我 说做人要顺应世道 不能无法无天 我不是听您的 燕儿 今天这日头到西边出来了 妈 这饼干挺好吃的 来 尝一块 我不吃 来 来 来 好吃吧 好吃吧 火箭 喂 喂 还童子 您这是 不是叫我来上班吗 那这么客气您答应了 快快快 快进来快进来 来来来 等会儿了 等会儿了 唐少爷回来了 唐少爷 唐少爷 我总算是把你等来了 千万别叫我少爷 来来来 请坐请坐请坐 您是这样的掌柜 送我主驾 叫我小唐就行了 好好好 小唐 请喝茶 谢谢 我还以为那天真的把你给得罪了 你母亲说你不会再到我这里来了 我妈才巴不得 没地方收我 为什么 没地方去 我只能在家食到那些发了霉的老古董啊 咱们中国人哪 就是讲究此诚家业 小唐 你怎么不喜欢你祖上传下的那份营生呢 那些老古董 有股死尸味 我喜欢缠合活人的事 眼下最时髦的工作呀 就是开汽车和发电报 没问题 郑长官 以后你要买的车我帮你开 我在军队里学过 好 好啊 小唐 这些天 我这里啊 和上海都没有联系了 你能不能现在马上就上机呀 没问题 我来这儿就是帮程掌柜 买力气的 坐 老头 现在把他发了两句 行了 这是文字 还没翻译成电码呢 用明码发 明码发 我们是省理人 当然有明码 就跟去电报局发电报一样 行 我马上发 好 好 行 我们啊 我突然都拒绝了 走 说什么 我们就在那里 要继续用照片 我们留在那里 帮你做事 有明码发的 去吧 这一匹杭筹 他不会一直用明码的 遇到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时候 他一定会用暗码 到时候 就看你能不能掌握住这些密码吧 小菜一碟 兄弟 你什么都好 就是太子大了 不大 那就恰如其分 行啊 总之 你要多加小心啊 姚哥 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孙子兵法也是我们 日本军官学校的必读书 那篇用剑篇 我已经被他拱瓜烂熟了 什么 顾三军之事 莫亲于剑 赏莫厚于剑 事莫密于剑 行行行行 你什么都懂啊 那你把那个 告诉我们吧 什么 云集密码呀 什么云集语集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先上个厕所了 小桃 张贵的 我收到一份义马 你把这个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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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改用密码发了 是 今天这笔电报有重要的杀人秘密 所以有密码 小桃 发完电报以后 别关紧 等对方的回电 啊 哎 对 掌柜的 他们非说我十七十八码发错了 怎么可能呢 这不侮辱我吗 谁说的 凭你的技术怎么会呢 小桃啊 这回呀 还真的是你搞错了 哎 您看啊 这俩个马 应该是小桃和哈 在对比的 来 哎 这 是不是谈女朋友了 晚上不睡觉 白天犯迷惑 掌柜大 你怎么知道 我看看 每天一位小姐在楼下等你 是 是 掌柜大 你再看看 还有什么错的 听好了 来了 那我干活去了 去吧 来 我们的密码专家都是老鼠 跟对方的电台 也打过多电的交道 这次就是没破译出来啊 破译的钥匙我已经找到了 在哪儿啊 上次发报的时候 我故意把十七和十八码发错了 导致对方回点查询 我就趁机 去问程文九 程文九不知道是进 就一五一十地全告诉我了 臭小子 行啊你 老九 我是谁啊 你就不能谦虚一点吧 走 老薇 一毫 老薇 来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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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分归处分 这个事儿一定有人先泄露了秘密 给我调查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新密码启动之前 停止一切报误活动 区长 啥意思 区长同意我的分析 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密码被破译了 这么快就被他们破译了 嗯 在新密码没有送来之前 停止一切报误活动 好 大姐 嗯 是不是 他们已经怀疑到了密码可能被破译 要等东北区方面给他们更换新的密码 说得有道理 这样一来 你们的难度就又增加了 既要破译敌人的密码 又不能让敌人察觉到 大姐 那我们 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 是啊 我们必须要沉得住气 要不然就像猴子掰棒子 掰一个丢一个 那才叫得不成失 劳民伤财 是 哦 对了 关于唐叶其人其事 我们要控制执行者 除了你们两个正副处长以外 其他任何人不能知道 大姐 那老马和老姚呢 他们俩只是负责执行具体的任务 不能知道全局 特别是密码和情报的来源 一定要保密 好 对了 关于云记密码方面 她说了什么吗 一直都在回避 哦 既然回避 那说明她还是知道点什么 继续做她的工作 好 好 这么说你在绸缎庄里 一个星期都没干活 可不嘛 每天去那儿打一锚 让我待在店里也行 要出去玩也行 反正薪水照发 程掌柜 岂不是白养你了 我是谁啊 不养我行吗 真是 别冲大头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 什么事还那么严肃啊 我爸已经正式跟我提出来了 提啥啊 刘家俊要提亲 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舍得让你 嫁给一个有结病的人哪 不是结病 是结癖 放心吧 我已经回绝了 刘家俊 最近她绿委员怎么样了 这个啊 她最近总是来气匆匆 好像很忙的样子 她有什么可忙的 从天横针不拿 竖线不捏 你啊 抽空多给她开导开导 往她这个脑子里 多灌点声音 我就这么一个多声音 亚通公司的担子 早晚点落在她的肩上 她不好好学点东西 以后怎么接班啊 我尽量 我尽量 好 快快快 慢点看啊 这闺女真像画上走下来的 快请坐 快请坐 闺女啊 前几次呢 由于事情仓促 也没来得及请教你的名姓 我 妈 她呀叫乔丽文 她爸呢是饺子面 所以说她就是饺子馅 原来你就是乔治年家的闺女啊 我看过你的照片 我说咋什么眼熟 就是没往那方面想 这真人啊比照片还漂亮 妈 您见过她照片 去年啊 我和她的妈妈 专门给你们合过八字 还请广福寺的老和尚 给你们算过姻缘 都说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 你当时不是死活不同意吗 非要自己做祖 我 闹了半天 你们背着我们 你们扫去这个了 哪个呀 当时我妈回来 也和我说了 我还捂着耳朵 一句话都不想多听呢 怎么样 那老和尚真是活菩萨活菩萨呀 她当时就说 你们俩是好事多么 三年以后啊 你们猜 伯母 老和尚和您说了什么 没啥 没啥 就说你们俩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金童玉女 你们坐这儿聊啊 我去去就来 你看我干什么 不能看你了 闺女啊 哎呀 你第一次上门来 伯母呢 也没啥好东西送给你 就拿这个玉佛坠子 做个纪念吧 伯母 这怎么能行啊 你别跟我妈客气 这东西我们家一抓一大把 不值钱的 这孩子 话是这么说的吗 满嘴跑舌头 来 给 谢谢伯母 喜欢吗 嗯 喜欢 把伯母给你带上 嗯 搭 好 好看好看 更好看了 你们坐这儿聊 我去叫人猪饺子啊 嗯 你别得意 等到了我家 你就笑不出来了 到你家怎么了 不照样吃饺子吗 嗯 我是担心 担心什么呀 看什么呢 你先在这儿等着 我上去叫我妈 你爸在吗 我爸一会儿下班回来 等着 啊 你叫谁 我 我 我是那个 我是唐叶 唐叶 我妈来了 伯母好 好好好 老爷你在家呀 嗯 他就是唐公子 唐公子 我给你说过的你忘了 我跟唐太太去广乎寺和过巴子 就是喂她 对 来来来 坐 伯母您也坐 好 坐坐坐啊 爸 来吃个水果 谢谢 你天津的刘叔叔啊 给我们家带了些礼品 你和你妈到后边去看看去 我跟你的这位朋友单独谈几句话 爸 去吧 行 走 你先坐啊 妈 您说我爸怎么这样啊 那好歹也是我的朋友 这个死鬼啊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一提起唐家公子就是满脸冰霜 妈 您转告我爸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事我自己做主 好好好 听说你在 韦满洲国的江上军做过事 对 做过电台台长 好 国民政府在报上登载了承治汉奸条例 想必也已经看到了 这对你很不利啊 这跟我没关系 我是起义有工人员 不是汉奸 是吗 凡是参加过起义的有工人员 不是被共产党收留 就是被国民政府启用 而你为什么 还是和那些 伪政府人员一样 在家里待着呢 不是这样的 伯父 我已经 依照战争规律 凡是为战败方效果劳的人 战后 都要被受到审查 谁也逃不掉 我问你 如果你一旦进了监狱 我的女儿怎么办 所以 如果你 还能够替我女儿着想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 跟我女儿保持距离 我不是汉奸 而且我已经有了正当的功 行了 也许你是清白的 不过按照现在的时局 我不能冒险让我的女儿 去跟一个有过不光彩精力的人 在一起交往 我累了 想亲近一会儿 别忘了把你这些东西拿走 别忘了把你这些东西拿走 我今天来 就是想拜访一下乔家的长辈 你已经拜访了 你走人了 我会走人 但我还想说两句 我知道 你想把乔立文许配给那姓刘的小子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不管你怎么看待我的历史 乔立文他是我的 任何人 也别想从我这儿夺走 放肆 谁跟你这样在我面前出话的权利 我想说什么 用不着别人允许 那你跟我出去 爸 你们这是怎么了 老爷 有话好好说吗 对啊 有话好好说嘛 乔伯父 用不着嚷嚷 在一个小病面前如此这般 多有失身世风度啊 送客 我马上就走 不过 我还会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呢 一定会带上大红花轿 把你女儿乔立文 从这儿接走 不信 您走着瞧 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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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少爷 您就出来吃口饭吧 这年纪轻轻的身子骨要紧啊 叶儿 唐一 唐一 您可得想个办法 这少爷 万一憋出病了怎么办 要是他老舅在就好了 这平日里啊 他就只听他老舅的话 可是急赶着的 我上哪儿去找他老舅呀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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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贵的 少爷 少爷 有人从没缝里给你塞了张纸条 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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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没看见 叶儿 叶儿 来看看吧 来人 快来人 唐一 怎么了 你 你赶紧到警察局报案 就说唐一拐走了我家女儿 让 让他们警察局赶紧通缉人分 把 把女儿赶紧给我追回来 老爷 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你才糊涂了 你 你赶紧去呀 愣着干嘛 这是老爷 你 你 你在这儿干嘛呀 唐一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要是直接去你家 我爸肯定派人追过去呢 你爸 说话太气人了 我早就预料到了 所以我才让你先带我去你家 只要你们家人同意 我就敢和我爸翻脸 翻脸 干脆跟你爸 来个大闹天工 不过 咱们不能这样做 这样会越弄越糟的 最后没有办法收场 要不咱们跑吧 行 听你的 跑就跑 你疯了 我告诉你啊 这绝对不行 怎么不行 在外面躲上一两年 生米做成熟饭 再生一两个小孩 看他们乔家也认不认 如果再不认 不认我们继续逃 你 你这个愣小子 你这脑子里还有点正经的没有啊 什么叫没正经的 这是立文说的 他说如果不动点真格的 万一那天他爸 翻到南天门上当了托打李天王 那更没我们活路了 你俩可真口能折腾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一来 你就离开了成绩筹端庄了 张文局的事以后再说 就算他躲到天涯海角 我都能把他揪出来 只不过你们的忙 我暂时帮不了了 你先别急着肯定 除了逃 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没了 现在立文已经逃出来了 我这时候打退堂鼓 那立文怎么办 我还算不算男人哪 这样吧 你俩呢 先找个地儿躲起来 我找几个朋友合计合计 看看 能不能商量出一个 两天气美的办法来 好吗 好 掌柜啊 您回来了 回来了 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 唐叶呢 那个 唐叶辞职了 什么 他怎么辞职了 我也不知道 赶快 把他找回来 快去 快去 我坐坐坐 老杨 大姐 老杨 老杨 陈文局回来了 这么快 我提议啊 咱们对陈文局采取行动吧 只要把他的冰箱战消灭了 什么新任务 旧任务 就都炮烫了 不行 至少现在陈文局 还在我们的视线当中 如果断掉 那武童毕竟还会派其他人过来 这样我们又得从头开始 又得花费很多时间 嗯 我同意龙部长的意见 大姐 我觉得 只要稳住唐叶 一定能稳住陈文局 可惜呀 唐叶这小子 老马 好了好了 你们都不要争了 你们都听好了 一定要留住唐叶 一定不能丢掉 成绩绸缎庄的那部电台 好了 赶紧进屋吧 暖和暖和 好 走 那你说 他为什么要辞职啊 他就是个神经病 是个神经病 昨天亚同面粉厂的老板乔志年 已经派下人来报案了 告唐叶拐了乔家小姐跑了 这 这发电报的怎么都这个德行啊 都爱拐女人哪 还想着你们女人哪 不 我的意思是 武局长交给我们的任务迫在眉睫 你说他却为了一个女人 举总 现在让我找新的报务员也来不及啊 真是越急越添乱哪 我离开总部的时候 武局长还专门嘱咐我转告你 要好好地栽培这小子 你看 他就是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 好 武局长这么关心唐叶 你说唐叶逃婚的事 该不该让他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武局长又不能跑回哈尔滨来 替我们把唐叶拽回仇段庄 也是 我得先查查 找着人再说 好 武同 知道了 干爹 陈文局手下的报务员又跑了一个 不会像第一个报务员那样 拐了别人的女人吧 你还真说对了一半 这回不是拐了别人的女人 而是拐走了 哈尔滨最大的良商乔志年 人称饺子乔的千金小姐乔丽文啊 这个唐叶 跟爹 我觉得 你对这个小小的报务员很感兴趣 很在意 你还真别说 这小子还真有能耐啊 万一要是给共产党拉过去的话 对咱们来说 还真是个损失啊 那您可以把它交给余凤国来解决 余凤国不行不还有张市长吗 对吧 好 société 乔老板 说什么登门拜会公主发财 那都是表面文章 今天来我就是要做一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成人之美 张市长此次过府 是专门来做月下老人的 这个刘东亚 他在信上亲自给他儿子提了亲还不算 还得老家你们二位大人 这真是太给我们乔家面子了 刘东亚 张市长不认识姓刘的 我也不认识 但你们二位 替姓唐的提亲 好啊 好啊 老爷您 闭嘴 怎么了 乔老板不乐意 什么 程文局为了让唐叶回去上班 竟然把张市长和于凤活都搬出来了 唐叶就这么说的 那臭小子嘴都笑得合不拢了 这个张市长和于凤国竟能放得下架子 程文局情绩之下搬出于凤国这倒可以理解 不过张市长怎么做啊 你说这程文局 这次劲儿是不是使得太大了吧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